阿文好主義 歡迎收看阿文好主義 我是阿文老師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做一道銀髮族的料理 也就是我們的縣菜銀魚羹 適合在家裡面的長輩們 牙口不好或是食慾不佳的 那我們就趕快來動手做做看這一道 營養又美味的家常好菜吧 那我們就先來處理我們的縣菜 縣菜它有豐富的鐵質 竹籃厚好消化 非常的有營養價值 再來就是要切我們的豆腐 那豆腐要怎麼切呢 橫切接著順著我們的紋路 一口大小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再來就要處理我們的蝦刃 把它切成一口大小 那我們所有的食材通通準備好之後 這道菜我們今天還特別融入了 布拉魚可以有豐富的鈣質 還有我們的海帶牙 還有豐富的點 可以讓這道菜更營養美味 首先我們先來爆香我們的食材 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是熔岩厚芙不沾鍋 薑末洋蔥丁 把味道炒香出來 好炒軟之後接著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水 豆腐 先讓它煮至沸騰 就可以將我們的縣菜放下去了 接著就是我們的銀牙 蝦仁 布拉魚 那布拉魚它本身都帶有鹹味 所以我們鹽的部分就可以讓它少一點 海帶牙跟我們的蔥 那我們蓋上鍋蓋之後 接著我們只要烹煮大概約五分鐘的時間 等到食材收成就可以了 打開鍋蓋 米酒 胡椒粉 鹽巴 枸杞 準備我們的勾芡水 勾薄薄的芡汁就可以了 接著最後倒入我們的香油 接著關火我們就可以上菜了 這道現菜營餘根就這樣完成了 吃得到鮮味與蔬菜的甜味 細切的食材搭配勾芡 可以讓我們這道菜更好入口跟滑順 是一道非常色香味俱全的料理 喜歡這道料理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是奧文老師 那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